妳有一個非常要好的女朋友說 愛上了一個藥劑師 那這就是我嚴重 我覺得喔 如果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男生養女生或女生養男生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都OK的 但是最最最 覺得最沒有辦法接受的就是 我已經養妳了 妳還別人 去養別人 對 這個就是女生最沒辦法接受的 就是他其實是因為大家 兩個女兒母那種 因為有犯了一些事情 那就跑到國外去 好那跑到國外去 因為到國外去 如果說妳的語言各方面不好的話 妳就沒辦法打工 打工就很奇怪 就是女生旁我都一定要女生 比如說去廚房洗澡什麼都要女生 好的就是女生去做 好的去做就回來就是拿回家 就這樣子大家是因為過度時期 辛苦錢 對 很辛苦 過度時期是不是這樣 這樣大家來生活 因為度過這個時期 他有一個叫做期限 這個期限以後過了 他就又可以回台灣了 對 好像有個幾個月期限 就要回來幾年 幾年 對 那這個過程中就OK了 但是是不知道 時間反正就是 女生會去做 因為要為了要賺錢 所以她是這個也做 晚上也做 白天也做 一直做一直做 她就沒有時間回家 男生就是這樣 怎麼有這男生就是這樣 太遠了 就是因為你 老師眼睛還看著我 沒地方去 就是公園 就是到處 妳知道就是這樣子會去 會去 把那個錢 說得不好 就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說會去開開開開就對了 去 花那就是買 去買春 去買別人的春 這樣子下來 那你還要做 你如果戳戳戳 比較好 還沒人看到 沒什麼 就是戳戳戳 再去給他看 你說女生會不會很餓 那很餓還好 我們一直會跟她講說 那就算了算了 就買了 她還是一直錢 嫉妒 Randy 男生還去賭博 女生一直賺一直賺錢 就是滴滴滴滴 因為他不是賭大的 賭小的 因為太無聊 因為那個叫做 他也要自己的刷存在感 覺得說不都很無聊 那段時間太長了 都沒事了 所以他變成說 會多少去拔那種 他們國外有那個什麼 好像有那種東西 他也會這樣子賭 賭了就沒錢 所以他就一直賺錢 所以他們到現在 已經六十塊還在賺錢 你說你有算過命嗎 但不可以告訴他 對 因為這就是怎麼樣 這就是女生你欠女子的 以前說我都欠你的四人賺 就是欠債 欠他的債 那因為欠債 我們就因為是 如果是客人 我會跟他講說欠債 還完就完了 還完你們這個債 你們一個人就會回家 好 那女生 因為是好朋友 有時候我不會跟他說欠債 因為他如果跟他講 說欠債 因為他會覺得說 他這個做是合理的 因為他是愛他這個老公 是愛得要是要活 他會覺得就很合理 我就欠債他 我中四人欠債 我這四人也沒嫌 我後四人還要嫌 所以他就很心甘情願的 一直在為他做 為他 他有他的長處 沒有人知道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